行動不便需要攀扶 他是前新北市議員 李婉玉的爸爸林志郎 11號遭到廉政署約談 身為雲林在地望族 又是建設公司大老闆 這回被檢聯找上 恐怕也和柯文哲的 政治獻金有關 另一位證人 則是台灣醫療發展 全聯會理事長吳梅壽 當年曾經婉拒民眾黨 不分區名單 下午移送北檢覆訓時 卻全程屋簾躲鏡頭 不排除同樣有金流部分 需要釐清 金華城案簡連持續偵辦 再押被告部分 檢方十一號放棄柯文哲 選擇再度提訓彭正生 及朱雅虎 尤其彭正生這回 甚至跳下車衝刺 對比朱雅虎的從容不破 似乎更怕被鏡頭捕捉 朱雅虎律師蔡月倫 一早急忙趕到北檢 送交不明文件 身為全案唯一認罪被告 朱雅虎抗告成功後 當晚再被羈押 心情大洗三溫暖 而兩天後檢方火速提訓 時間更長達一整天 是加強小乙大義逼他吐失 還是被抗告成功嚇得不輕 外界眾說紛紜 先前才以五百萬重保的 前都發局長黃錦茂 也再度遭到傳喚 不排除要繼續釐清 柯文哲對容積率的交半細節 簡連分禁合集 金流和圖利證據 勢必一網打盡 上來訊息為何夢九一套N小組 台報道